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下另外一个插件,叫做Dynamic Buttons,就是流动按钮,或者说是,我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 然后在上课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道一下,因为有一位网友学生,叫惊悚一回头的,他说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然后第一个是Retina Display,我可能说的是红膜,因为Retina对我来说是红膜嘛,但是其实那个翻译纯应该是叫视网膜屏幕,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我说错了。 还有一个responsive web,因为在英语当中,responsive web和fluid那种layout的意思是一样的,并不是指流逝不绝,正确翻译应该是自适应页面,自适应页面,所以先跟大家抱歉一下,翻译有错,也很感谢惊悚一回头的指出,所以大家以后我在讲课当中如果有讲错的话,希望大家给我留言,然后我会更正,然后 不希望给大家错误的信息,那就这样。好,今天我们先来继续讲Dynamic Button,我还是少翻译比较好,我觉得越翻越错,打开Sketch。 好,今天的话,还是一样把Toolbox打开。OK,把Toolbox打开。打开以后呢,SowDynamic Button。我安装的是这边星星最多的一个,大家也可以试其他的,我相信是一样的作用,然后可以在GitHub上找到比较详细的内容。 安装好以后呢,我们打开一个页面,也不需要做一个outboard之类的。OK,大家先吃饭一下怎么用这个Dynamic。这个是非常interesting,也是比较top10的那个插件。 首先,首先如果大家用过CSS的话,就知道这个button的padding是左上右下CSS的话。 我展示了,我用一个bottle的字体。 medium,然后把它做成48好了。 首先呢,我们打开Text Tool,就是你要打字。打字的话呢,你这里就开始要定义那个corner的padding。 那么我们这边来试一下20,40,然后再是20,再是40,然后要用分号隔开,要用分号隔开。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Page左边有一个AA,就是我们的那个Text Level,layer。 然后呢,这个Dynamic Button是有一个shortcut,就是Command J。 当你点了Command J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变成了一个Dynamic Group Folder,一个文件夹。 然后有一层文字写的是,我这个corner的padding。 然后BG就是Background的缩写。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用red line看的话,就是 上,右,下,左,我刚刚可能先说左了,应该是先从上开始。 上20,右40,下20,左40。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刚刚我定义的这个Dynamic Button,对不对。 那,我不可能在这个Button里面写这些数字吧,我肯定是要写一些按钮的文字。 比如说,Submit,我把它调成英文。 提交,我假设这个是提交。 那提交的话,大家,我改了这个文字的话,大家看到AA这边也改掉了。 那我如何回到之前呢? 就是我保证这个text level,text layer的字还是Submit。 可是呢,我在page下面这个图层这个文件夹下面,我把它改成我需要的那个距离。 24是24是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图层是可以用不同的来命名的。 然后,当我点击这个图层的时候,再用command J。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padding24是24是都已经自动的调整好了。 我可以把这个button换颜色。 那我假设,这个我需要一个短,我假设我有一个短一些的。 然后我再按command J,按钮又自动变短了。 如果我来一个超级长的,写个no,I will do this later。 就是当你在一些界面登录的时候,就会告诉你I will do this later。 就是说我现在否定,然后我想要等一下做,让我们再看一下。 好,这个按钮依然24是24是24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快捷的一个设计dynamic button的一个插件。 然后如果我不想要2040,2040的话,我们试一下另外的数字。 我要10,50,10,50。 记得要用分号隔开。 当然我再按command J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又变掉了。 这是之前的,2040,50,这个是10和50,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padding,所谓的这个边距的距离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如果你只写2020的话,就是四个四周的数字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分开写四个的话,分别是上,右,下,左。 所以啊,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然后希望这个对大家有用。 拜拜!